好,现在我们来录一个用GDP帮我排错 做网络排错的一个录像 看看它能整张发挥 首先我的TOP是这样的 我的TOP是这样的 在提示里面,其实我已经 给它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提示里面 其实呢我已经 给过它了 这个TOP,它是有的 好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来看看它能不能够排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两台入屋器,两台入屋器 然后呢他们的直连是61.128.1.0这个网络 然后呢他们有还回口 然后呢他们有OSPF进行宣告 然后呢 宣告了直连 然后呢宣告了还回口 然后呢彼此能够学到 现在是这样的 这是 我给大家看看现在的这两台入屋器 这两台入屋器 现在主要错误是这样的 现在的错误是 嗯 我们我在入屋器2上 没有宣告 1是宣告了 正常没问题 但是在2上面呢 我没有宣告这个还回口 2的网络 没有宣告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的在1上面 我聘直连 61.128.1.1 我是61.128.1.2 我是4 我聘对端1.1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我聘2.2.2 那就 不行 聘不通 然后呢 学路由的时候呢 其实也学不到 而问题很简单 就是对方没有宣告2.2.2.2的路由 我们来看一下他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么一个拓谱 就这边没有宣告问题 是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还是 对于GDP而言还是比较麻烦啊 首先呢我先让他 先给我再重新 阐述一下这个网络拓谱 我先确认一下他是 他能够理解的 他把这个网络拓谱呢重新给我 说了一遍 重新说了一遍 OK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让他去帮我确认一下 他可以真实的去聘 他工具全有啊 他就能登录到我们的入录器上去 随吧可以v1上面去pin 给他去pin一下 让他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不通 当然了现在是真的不通啊 因为我 我 因为确实没有宣告所以说确实是通不了的 学不到路由 这边确实没有宣告 好他我确认一下他可以操作 他就通过 这是OpenAI他通过这个API去做操作 好他拼了 说没有拼通 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大概 有一个排阻思路 对这个排阻思路其实是我知道他的 我给他写好了排阻思路 看一下 排阻思路是我在提示词里面有 就是应该如何如何 先看接口UP 然后呢接口UP的话看路由 看一下OSPF路由 如果 如果没有路 看看路由 有没有 IP root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有没有OSPF邻居 邻居如果没问题的话那么就看看有没有宣告 那么如果宣告也没有问题的话就看看有没有防空内表 好那基本上呢这就是 排阻思路 我是指导给他了 那这样的话未来我觉得你的网络 我相信你的网络不可能是无限复杂的 肯定是 在一个特定的场景里的网络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排阻思路的话 我觉得用GDP未来可能还是可以用的 好吧 好那这个时候呢 那就不通对吧他知道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让他去 首先呢让他记住 他的排阻的网络的网段是什么 因为有时候他会跑偏 排着排着就不知道自己的排排什么错了 所以那我先 让他再次记录他的这个排错目标是什么 当然了他这个其实这个没有必要显示啊 就说他会去调用我的API 他首先说你看要看接口有没有up 他说呢我要去看看那个接口有没有up 好他看到了都是up的 然后呢他会去查 这个一号录游器有没有录游完全按照我给他指导的这个排错思路 好 在路由里面呢他发现确实没有路由 没有路由呢他就看看有没有邻居 邻居 OK 有没有邻居 然后呢他发现邻居是起来的 邻居起来之后呢 那没有学到路由 那这个时候呢他要去他要去做软件 就确认一下配置有没有问题啊 他就确认了配置 好然后呢他明确的清楚了 他说你看就是C8K V2没有宣告这个 2.2.2.0路由 而且明确告诉你 告诉我 然后呢把这个路由给补齐就好了 好吧 我觉得我这个还是挺好使的 那么首先呢你要把这个拓谱那要给他 介绍一下 拓谱要给他说明白 然后呢 你要告诉他排一些常规错应该是怎么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还是要告诉他的 他完全是没有思路 你还是需要有思路 好吧 那思路给他之后呢 那为了遇到问题 他就会按照你的数 先看 反正我的操作吧 先看接口有没有起来呀 然后有没有路由啊 邻居有没有建立呀 那有没有 然后呢邻居建立了的话 那么那么他就要看看对方为什么有没有宣告之类的 当然还可以把东西做得更 更复杂一些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小场面基本上还是可以用的 就说呢 首先拓谱要给他说明白 而且反复要盯住他 你要记住你排错的目的 这个容易跑偏 这个事 然后呢 告诉他如何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去排错 你看他还是能够帮我们完成的很好的 OK 好那这个案例呢我就演示到这